好,大家好,焦点视频 成兴物业大约环球智业多面看的时间 今集我们在营光幕的画面非常丰富 因为又有美女又有美女 先由左边开始介绍 美女就是天下第一房的代表Yang Hello 然后中间就是我们成兴物业的代表 就是Ernest 宋先生 Hello 然后右边就是我们利文集团的负责人 张先生 Hello 今集邀请到三位去提供一些海外物业的资讯 我知道Ernest和张先生有些事情想说出来 因为好像在马来西亚有一个新的项目将会推出 所以可不可以介绍一下或者是张先生说 大家好,我是张先生 我是李文集团 简单介绍一下公司 公司就是在香港做建筑房地产的 我们在建立的方面有一定的专业 我自己是一个注册工程师 多谢重生的邀请 我们今次得到邀请之后 我可以打架我自己的专业的角度 去看马来西亚重生推贷的楼管 其实是一部分的质量 楼管工程师 楼管工程师 那些什么 那些质量 那些质量 那其实我知道就是 就是张先生作为 一个成建商工程公司的负责人 首先對於這個樓盤 你有什麼看法呢? 更深的就是 我知道你曾經親身去過那裏 是啊,在疫情之前 現在大家知道馬來西亞已經封了 我在最後那天 就視察了樓盤 那樓盤的感覺就比較實在 為什麼說一個發展商 其實他是一個有實力的發展商 在馬來西亞的上市公司 我看了樓盤 無論是後館、瓷磚和設計 是比較實力的 因為我在香港 從事這個建築和工程 都有一段時間 看這個質量和馬來西亞的對比 它可以貼近香港的質量 我覺得在馬來西亞比較少 因為現在馬來西亞 大部分的樓盤都是以樓花 尾瓶頂開始去做這個推銷 但是這個樓盤很特別 它已經是一個平頂 賣現樓的 我看了豬的質量 它給一般的馬來西亞樓盤 它採用的物料 都是在當地的馬來西亞的物料 都不會比較參差 一般來說 你看到尺磚的質量 比如說 如何建築磚口 無論後館 內液程度 或牌子 相信那些牌子 都放了不少的資源 做到一個好質量 給別人買家 我覺得這個可以推薦一下 我想由你來說 你是非常之有說服力的 因為首先第一 你親身去過 第二 你是一個建築公司的負責人 同時你也是一位工程師 對 沒錯 好吧 反過來 我想問宋先生 在這個項目 其實有什麼特色呢 我們知道它的質量很好 這個項目 叫做圈 Harmony 現樓就是第二期 其實第三期就是樓化 現樓我們就有 拿了四十幾個單位回來 主要都是圍繞著 一千至一千五呎的單位 馬幣的呎價 是六百多元呎 而這一區 其實它就說是 特別是Moncara區 大家香港人都知道 其實Moncara這一區 有很多當地的中產 富人居住 而Permanal Harmony 而這個樓盤就在Moncara區的半山區 所以它的位置其實是非常優越 附近有各大的國際學校和商場 亦都會有一些醫院 醫療設施的配套 以及Moncara區 其實它出外面 已經有高速公路 一線其實說15分鐘左右 已經可以出到吉隆坡市中心 所以說交通配套是很方便的 還有接下來Moncara這一區 還會有吉隆坡的國際展覽中心 已經開了 即是會有一些展覽 一些展覽 定期都會舉行 那一區亦都會有商業配套 有寫字樓等等 亦都可以帶動了大量的工作職位 令到附近的地區 會有一個更加好的租墓 主要是這樣 那如果當我是移民過去 那其實周邊的環境 或者繁榮的程度都很重要 是的 那其實距離一些市中心 或者一些景點 其實是遠還是近呢 它距離市中心 剛才提過 去到雙子塔 吉隆坡的地標 其實大概是15分鐘左右的車程 而它接下來 這個吉隆坡展覽中心 亦都會有定鐵興建 所以將來 這個定鐵線 直接貫通到市中心 和吉隆坡公鐵 即九龍站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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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那個交通配道 是非常之不錯的 加上它 如果大家說回景點的話 相信有看過 杜汶澤的走路去馬拉 達瑪斯拉 其實就在望Kera的附近 在旁邊的區 所以其實這一區 就屬於多隆坡西區那邊 是屬於比較有錢人 最有錢人其實都是住在 達瑪斯拉 那邊 都是一些屋地為主的地區 而我們這個樓盤 其實隔壁也是一些別墅區 所以 亦都是一個非常之適合退休 以及去投資 拿投資回報的一個項目 嗯 OK 其實我問 這個問題很不公平 因為我作為一個男士 就是雲田 宋先生 Hernest 既然我們今集 我們有個美女在這裏 我當然不會浪費了她 是吧 Yan 你也是一位物業的投資顧問 其實在你的角度 你又覺得 哇 一個人 或者一個家庭 她移民去到那裏 其實你是一位女士 你是一個美女的角度 你覺得你第一眼 但是應該要注重些什麼呢 我想我會注重周邊的環境 可能是真的要有商場 因為我們女士一定喜歡購物 喜歡約一群朋友喝個茶 所以我會比較關心周邊的商場配套 嗯 好 那 Vanix應該剛剛所說的都能夠夠 是 對 其實在Mukirak區那裏 都會有一些商場配套 加上 馬來西亞的立本 多數都是自然車位 是的 自然車位 一般連一個 或者甚至很大的單位 都會連兩個車位 所以 所以 客戶其實是 就是我們的客人其實很容易可以駕車去到附近的地區 它的交通線路是非常方便的 可以輕鬆地去到市中心或者附近的商場配套 是的 就可以去買你的手袋 又或者是附近有一些食肆 都可以品嘗不同的菜式 我們女生做Facial都很重要的 是的 如果大商場 我想相信是有一些大型的美容店那些東西 是的 張先生 其實我想請教一下 在你的角度來說 除了這個項目 你還有沒有一些你可能正在發掘的 都將會帶過來的 那個樓盤 現場也有看過 其實這個發展商是一間馬來西亞的上市公司 有幾十名歷史 另外 它其實同一時間是一個山堂 整個山堂都在土地 我正在發展 我正在說這是第一期 另外第二 第三期 它是充分租的 興建人的 那 一定要在馬來西亞 有些有實力的上市公司 發展商才能看到 要不然呢 就很多因爲資金問題 令到樓盤蓋不到 所以我們為何要建議買家賣燃樓 燃樓就最穩陣了 嗯 OK 那好了 那今集的時間都差不多了 下一集呢 我再繼續邀請三位 就談一談 都是一些環球的物業投資的事情 好嗎 好 拜拜 拜拜